畫面中可以看到民眾從沙灘上 撿起一顆全透明的不明物體 觸感就像果凍一樣 滑滑軟軟 一碰就碎 看到的民眾實在不解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原來這樣奇特的生物 被民眾稱為果凍水母 其實果凍水母被發現時 大多已經死亡 很難發現完整實體 海科館研究員也呼籲民眾 這樣看似可愛的生物 還是別碰為妙 提醒民眾遇到處虛長的水母 千萬要遠離 避免被攻擊受傷送醫 雖然果凍水母的出現 不影響民眾細水 但還是要適當避免與皮膚接觸 安全玩水最重要